哈利路亚 感谢主 感谢神 每一天都看顾我们 保守于我们 哈利路亚 好不好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就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 来把最好的献上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好不好我们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自己 在今天 把最好的献上给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因为他是佩德的君王 我们感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们 哈利路亚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 将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痛再将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 将下来 万国赞害你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敞开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高雅 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江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江天敞开 你的同在降下来 江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来不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江天敞开 江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江天敞开 你的同在降下来 江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我来不赞叹你 你是荣耀君王 江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何以敬拜 欢呼耶稣基督圣洁高雅 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抱着前进百步停息 神就在这里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Hallelujah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进百步停息 看天唱开你的荣耀江下来 尝尝尝开你的团在江下来 尝尝尝开你的荣耀江下来 尝尝尝开你的荣耀江下来 萬國讚賀你 你是榮耀君王 將老若變為感傷 貧窮成為父子 瞎眼的看見 愛哭變為跳舞 一切塞瓦都填滿 積去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不比我 轉身思念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從他都變為犧牲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依靠全能生 沒有難生就的是 哈利路亞 將老若變為感傷 貧窮成為父子 瞎眼的看見 愛哭變為跳舞 一切塞瓦都填滿 積去成為平原 在神裡面充滿無限可能 你的能力不比我 轉身思念和艱難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夠我用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從他都變為犧牲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依靠全能生 沒有難生就的是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在恩典深處 從他都變為犧牲 神的恩典一家行李 喜樂充滿我們中間 靠全人 沒有難生就的是 靠全能生 沒有難生就的是 靠全能生 沒有難生就的是 全心感謝全心 在沒進路 你的圓 全心送讚ugh 艷上危機 是最純的果子 在你里面一步挂虑 醒了满意 常常感谢不足祷告 盼望在于你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扬秘密 在你天中已热身过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全心感谢 全心赞美 进入你的园 全心松赞 献上危机 死罪成你挂虑 在你里面一步挂虑 醒了满意 常常感谢不足祷告 盼望在于你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扬秘密 在你天中已热身过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我要全心赞美 跳舞送扬秘密 在你天中已热身过在世上前日 我要全心赞美 赞美 还要赞美不停 一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一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阿里路亚 欲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阿里路亚 本赞美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祂是佩戴一切的荣耀的神 阿里路亚 欲人奔铃 欢呼声勇不息 阿里路亚 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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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成就 耶和华是我幸运的宝藏 耶和华是我的灯海 耶和华是我的感慨 耶和华是我的幸运的宝藏 我还聚随便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祖在耶和华的殿中 残阳擦肉梅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祈求就是一生一世 祖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仍要寻求祂的灯 好不好我们聚起我们的宿 哈利路亚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耶和华是我的成就 耶和华是我幸运的宝藏 我还聚随便 我还聚随便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的高台 耶和华是我的幸运的宝藏 我还聚随便 我还聚随便 有一件事我曾寻求 我仍要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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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擦地面 有一件事 神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擦地面 有一件事 我曾尋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寻求擦地面 祂祂祂祂祂祂 祂祂祂祂祂祂祂 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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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Hallelujah 你是陪的 我要敬拜祢 Hallelujah 我要荣耀祢 你是陪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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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哪哪哪 不 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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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祖 因我逐渐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混人从未独 你爱我 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音讯 这一生都是祝福 你是我的祖 因我逐渐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混人从未独 你爱我 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音讯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书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书 你爱你书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书 你一步又一步 你一步又一步 которые都只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书 你爱你书 躲遇我走这人生路 你一步又一步 祝是恩典这路 祢爱你修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祝是盼望这路 祢爱你修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祢爱你修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祢爱你修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 赞美主 我们拍手赞美耶稣好不好 弟兄姐妹 线上的弟兄姐妹跟目道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耶稣爱你 对了 说耶稣爱我 Amen 的确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不能够聚在一起的敬拜 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能有高科技 帮助我们能够缩紧 缩短我们的距离 继续能够在线上 一起的敬拜 赞美神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神就在我们当中 神就住在你的心里面 无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在何处 神都与你同在 因为什么呢 神关爱你 神要在今天早上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 动奇妙的工作 所以今天准备你的心 一起的来领受神的祝福 准备你的灵 被圣灵也眺望 让圣灵今天 做祂要做的工作 当我们安静下来 专注于 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深信 神的灵 必向你内心的深处说话 而这个时候 神已经在动工了 这个时刻 神要向你的心 内心深处 那个隐秘处 说话 因为祂顾念你 祂了解 祂明白你 所面对的 感谢赞美主耶稣 愿使得恩典赐福于你 哈利路亚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 一起的来到 另一种方式的敬拜 那就是我们的 网上奉献 我们可以用 什么呢 对了 你们都猜到了 Pay Now 还有信用卡转账的方式 任何的时刻都可以做 那今天呢 是主的聚会 一般上呢 我们呢 都会带我们的 十一奉献 普通奉献 信心认献 一起的佼佼 但是今天呢 我们就通过网上 只要很简单 荧幕上呢 出现这个二维码 稍微的扫描一下 看见教会的 这个账号 V3 Family Center Limited 然后输入你的金额 记得哦 普通奉献 跟十一奉献呢 必须用这个GF 信心认献呢 必须用MF 然后呢 具编证号码的 最后的三个 这个号码呢 加上一个字母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年长者呢 已经开始学会了 用Pay Now的 我愿你们呢 能够呢 上网一起的 搅交这个 奉献 这个时候 让我们呢 一起的祷告 哈利路亚 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让我们 能够一起的 敬拜赞美神 也借助我们的奉献呢 来扩展你的国度 愿你赐福了我们 让我们呢 有这个 忠心的心 能够 较教我们的神医奉献 我们的信心认献 跟我们的普通奉献 我们祷告主耶稣 今天 灵动其满的工作 让我们对奉献呢 有一种的认识 跟执着 直到呢 我们不能够夺取 神的公务 因为神 你毕竟赐福了我们 主我们祷告 愿你今天 帮助我们 能够忠心的 教教我们的 神医奉献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你 得生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起 拿起我们的手机 对了 然后呢 扫描这个 二维码 进入这个 Vitrius Family Center 输入我们的金额 选择 普通通线 还是信心认线 按这个Next 还有Confirm就可以了 感谢主 很简单对吗 哈利路亚 另外一个我们要 提醒大家就是呢 我们的教会呢 已经设立这个热线 所以呢 请看荧光幕上的 这个号码 跟我们的电邮 若有需要的话呢 记得 与我们联络 感谢主耶稣 今天的祝福 跟保守 我相信呢 神 今天呢 继续的 在我们视频当中 动奇妙的工作 感谢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部分 关于这个 与神面对面 第三篇信息 就是 圣洁的神 圣洁的神 我们已经看过了 也听过了就是呢 独一的真神 过后呢 信实不变的神 而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呢 圣洁的神 神不要祂的儿女软弱 肤浅 或者空洞 祂希望每一个信徒 能够看祂的坏眼 然后呢 领悟到 祂是怎么样的 一位神 而不是只看到祂的作为而已 其中一个 神的坏的 介绍 介绍的 基本的事实呢 就是 我们的神 是圣洁的神 我们的神 是圣洁的神 的确 当我们听到圣洁 这个字里的时候呢 非常的战战兢兢 好像是 我们不懂该怎么做 你们知道吗 我们都喜欢洁白 我们都喜欢白色 比如说我们的布 如果肮脏 弄脏的 我们会拿去洗 新娘 你们穿什么呢 白色的婚纱 所以我们都很注重 外在的这个 什么呢 洁白 那更何况是生命 所以生命 的圣洁 就像我们衣服的洁白那样 今天 衣服弄脏了 可以用肥皂 能够洗清楚 但是圣洁的生命 怎么得着呢 特别是当我们 过犯 有过犯的时候 犯罪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被玷污了 弄脏了 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 我们人 都 有一种的 向往 就是能够 在我们的 有生之年 能够 活了正直 活了公义 我们的原型 及此思想 都希望是清洁的 但是 因着我们 还活在这世界上 而这个世界上 充满的罪恶 就像三个星期 谈到的 诚实这回事 很多人的 心思意念 不诚实 说一套 做一套 所以导致 神必须要 彰起他自己 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诚实 什么是 真正的 带给人 一种 说话 算话的 生活方式 所以他 跟亚伯拉罕 立约的时候 到个地步 他本身 都要守这个约 很多时候 是人回的这个约 但是神是信实的 他仍然 坚守 他对你的祝福 今天 有两点 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 就是神的圣洁 圣洁 是神所 所有属性的 全部 的冠冕 最主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 神 他是 一位圣洁的神 在他里面 没有罪 在他里面 唯独就是 至高无上的圣洁 所以因此 神没有罪 他完全无邪恶 所以他就是神 他有绝对的 完善的道德 他不是符合 某种标准 圣洁的标准 他就是那个标准 你看到耶稣 就看到他的标准 很多时候 当我们很想 犯罪的时候 很想骂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么做 耶稣会这样做吗 如果耶稣不会的话呢 这样我们也不会 所以耶稣就是 那个标准 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呢 提醒我们 耶稣的标准 神没有所谓圣洁的等级 因神是完全的圣洁 没有所谓的 Great A Great B 没有 他就是那个圣洁 那最完美的 不但神完全没有犯罪 神证悟罪 恨悟罪 其实我们也跟神一样 我们是神所造的 我们有神的样式 是因此呢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 很恨悟罪 因为我们里面 有这个正义感 对不对 但有时候呢 我们爱莫能助 我们只能够 观自眼 闭自眼 我们有时候 强求别人做 而自己 没有能力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因此呢 这边告诉我们 神是圣洁的 神恨悟罪 他不能够接受 以不纯洁的心 献得起 今天 我说外在的 我们都这样注意的 更何况是生命 所以当我们用 我们的心灵诚实 来敬拜神的时候呢 必须带着一颗 诚实的心 圣洁的心 今天早上 当你们来 敬拜神的时候 你们是否是 真正的就是 穿好衣服 然后呢 坐在屏幕上 准备敬拜赞美神呢 还是 你们一面吃早餐 一面走来走去 来看这个视频 来敬拜赞美神呢 很大的区别 所以今天 你的生命 必须要什么呢 带着一颗敬畏神的心 好 十点钟的 我准时 在线上呢 我要跟 丢姐妹一起敬拜赞美神 我要细心聆听什么呢 神的话语 带着一颗 一个圣洁的心 神 他不喜悦的是罪 但是他 疼惜罪的 所以今天 无论你的状况如何 你的罪业多么的大 神只恨恶那个罪 但是神 要你这个罪的悔改 不但如此 神恨恶罪呢 是他不能够 接受与臭的态度呢 做正确的事情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以臭的态度 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说什么呢 谎言 打个比方 是白色的谎言 所以对神来说呢 无论是白色 黑色 谎言 就是谎言 无论是罪 大罪 小罪 罪 就是罪 所以因此呢 我们要清楚明白 生命呢 如何得到圣洁呢 唯独 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 的圣洁 属性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学习 不但如此呢 神显示他的圣洁 通过这个传道书 第七章二十九节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 原是正直的 所以他说什么呢 我所找到的 只有一件 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 就是神造人 原是正直 听清楚哦 神造人 原是正直 但他们 寻出许多巧技 可见的 罪业多么的败坏 使到人呢 怎么样呢 弄出很多 不讨神使用的东西 然后呢 为了遮阴另外一个罪呢 找出另外一个理由 所以因此呢 人就泄露在这个 无法自拔的这个 泥沼里面 因此呢 我们的生命 越陷 越深 说一个谎言 为了弥补 另外一个谎言 所以我们的内心 深处呢 是非常的增长 我们很痛苦 我们很无奈 然后 恶者呢 攻击我们 然后呢 我们内心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心灵 攻击我们 帮 到个地步呢 我们无法承受 那个压力 我们的良心 也责备我们 所以今天 你知道吗 你原来是正直的 你原来是正直的 因此罪的缘故 所以今天我要探讨 这个生命的圣洁 让你也知道呢 其实呢 你应该回到神的 怀抱里面 当神给道德律法的时候呢 罗马书第七章摄解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 公益良善的 所以这边到处什么呢 到处呢 神其实呢 要帮助我们 所以这些律法 其实帮助我们 过着一个圣洁的 道德的生命 今天 我们人类的道德 已经陷到一个低谷 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亲情都不认 我们到一个地步呢 违背了良心 去做一些暗昧的事情 我们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 我只要得到 我只要拥有 我只要爬到最高的位置 我只要拥有最多 就可以了 管他道德不道德 所以很多的什么呢 无良商人 到一个地步呢 我们无法去 什么呢 去真正相信 我们手中所买的食物 到底是否是 洁净的 清洁的 当神设立 献祭的法律时呢 动物是没有缺陷的 死亡的动物呢 表明死亡是罪的结果 神是圣洁的 他只能以一个 代替性的赎罪祭 来接近神 所以西伯来书 第九章二十 就是什么呢 按照律法 凡物差不多 都是用血结净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 丁死是这样 所留的宝血 就是为了替代我们 多么伟大的事情 我们没有感恩呢 我们没有明白 他的苦心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了解到 他所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呢 当神表达他对罪的审判的时候呢 他不容 任何人说 我没有罪啊 我不知道啊 我无辜啊 没有 所以耶稣会第二次再来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就是为了审判 当神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西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 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什么线为纪 好除掉 所以今天 耶稣他来 被钉死 是这样 一次的线上 代替了我们 亚当 一次的犯罪 是人类陷入了罪恶里面 耶稣 他来 一次的现象 竭尽了 凡接受他 为他个人救主的人 所以因此呢 耶稣 胜过死亡 而且他有权柄 能够赦罪 第一点 神是圣洁的 然后第二点呢 神要呼召我们 也要圣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要他的子民 跟他一样 能够有圣洁的生命 神使用先知以赛亚 关于圣洁的启示 今天什么叫启示呢 就让你看到 神真正主要表达的是什么 让你清楚地明白 我们内心的状况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十一节 当乌西亚王年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 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 最下 遮满圣殿 其中有 撒拉佛 四粒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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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耶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点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祸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中 又因我一眼见 大君王万君之耶华 有一撒拉佛 飞到我的眼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箭从坦上取下来 将炭粘在我的口中说 看啊 这炭粘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所以以赛亚看到这个 圣洁的启示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看到了神 圣洁的荣美 是从来没有的 当乌西亚王死后 这个地上的王死后 他看到真正的王的显现 就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目睹了到撒拉佛 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万君之耶华 他们的脸上被遮盖 以遮蔽神的荣耀 因为没有任何的生物 可以承受这辉煌的景象 这种的荣光 就像出埃及基地 三章第二十节就说 你不能够看见我的脸 因为人见我的脸 便不能够存活 他们的脚被遮盖 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圣洁 因着神的同在 在分别为圣 出埃及基地 三章第二十节 神说 不要进去来 当把你的脚 脏的血脱下来 因为你们所站着地 是圣地 所以今天 这边告诉我们 以赛亚 他如何呢 就是看到神 神圣的荣美 他如何怎么样呢 看到他真正的王出现了 而且他被这个启示 给震住了 瞎呆了 他在神圣洁的光中呢 看到了自己的罪 今天很多人 他看不到自己的罪 看不到自己的瑕疵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 给蒙蔽了 因为我们忽略了 我们的生命歧视呢 是由耶稣的保险 才能够接近 我们的生命 是由耶稣 才能帮助到我们 而且呢 今天 以赛亚 看到这个启示 当他认住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自己的罪 他 深刻地意识到呢 他自己的可悲 今天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可悲 请可原谅 但是看不到的话呢 就非常的 非常的 无知 所以这个 深刻来佛 各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叫做 一颗为神的心 他说什么 一颗为神的心 他说 圣洁呢 不是一个经历 它是重新 整合我们的性格 一个废墟的重建 就是到第一步呢 废墟了 烂了 看不到任何好的一面 丑陋的一面 荒凉的一面 我们整个的生命 垮下来了 我们只能够用外在 来掩饰我们内心的虚伪 但是神 祂是看我们内心 深处的真正的圣洁 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给接近 有没有一种的心态说 主啊 我愿意改变我的生命 神没有让以赛亚呢 继续地留在那悲惨的 感觉当中 所以今天 神也没有让你 留在你的废墟当中 神要拯救你 神要让你看到 祂的启示 关于圣洁这一块 布 肮脏了可以洗 生命肮脏了怎么办呢 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 宝血来接近 所以神接近了以赛亚 除去的祂的罪孽 祂的罪就得赦免了 祂带着心灵痛悔 跟谦卑的心 回应 神的圣洁 感谢主的恩典 祂离开了 什么呢 罪 祂接受了一个圣洁的神 而且呢 接受了神的老数 今天你也能够 像以赛亚那样 可以转离你的罪 接受这位圣洁的神 然后来接受祂的老数 没有人能够定你的罪 基督徒 当你犯罪的时候 必须要来到神的 施恩宝座前 求怜悯 神是信实的 神是公义的 神必会赦免你的罪 洗尽你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 既然神是圣洁的 祂要祂的子民 也成为圣洁 这是理所当然的 立位记第十一章 四十四节说 我是耶华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 污蔑自己 立位记 十一章 四十四节 所以今天我们的岗位 我们的 岗位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 我们的生活必须跟我们的岗位 媲美 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生活 做事要改变 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需要跟这个世界的制度 思想 同流合物 我们圣洁的生活 使我们有别于世界 让世人看到我们的不同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柱的 上面有着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又说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今天你我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要离开不易 过着圣洁的生活 给我们勇气来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靠着耶稣基督 加给我们的力量 所以叶博记22章23节说 你若归向全能者 从你帐篷中除灭不已 就必得建立 要将你珍宝丢在尘土里 将匪儿的黄金 丢在锡和石头之间 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 做你的宝银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 什么 喜乐 向神养起你来 哈利路亚 再一次什么呢 不畏惧 没有人定你的罪了 没有人看不起了 你也自己不会 现在罪恶里面了 你会养起你来说 主啊 有你真好 有你的帮助 有你的带领 我的生命呢 能够怎么呢 踏出那心心的一步 我的生命呢 能够过这个圣洁的生命 有时呢 神会管教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在 祂的圣洁上有份 当神管教你的时候 是因为呢 我们不听话 所以 基伯来书第12章 第10节说 神圣洁的父都是 战随几义 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 得什么呢 得益处 使我们在祂什么呢 圣洁上 有份 看清楚 使我们在祂的什么 圣洁上 有份 所以我们在祷告 求是给我们一个 清洁的心 诗篇 五十一篇 第九节说 求你页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 什么 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有 正直的灵 并 怎么呢 能够影响我们 走向圣洁生活的人 一起的什么呢 告诉我们 圣洁书 十三章 二十节说 以智慧人同心的 必得智慧 以一面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所以我们要选择 跟神 好不好 选择 跟敬畏神的信徒们 在一起 如果 我们不晓得 自己的罪恶之身 我们就没有什么 可以感谢神的恩典 和圣洁的事了 我们一定要像 以赛那样 被镇住的 然后什么呢 看到神的荣美 神的荣耀 神的圣洁 然后看上自己下 其实呢 我们是不接近的 所以这篇信息 告诉我们两大点 就是 神的圣洁 跟神 呼召我们呢 要 圣洁 感谢主的恩典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请 世青 上青南 然后呢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让 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再一次的看到什么呢 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是不接近的 所以今天 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先 为信徒们祷告 因为信徒了我们 有时候呢 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 以这个 宗教 为我们的装饰 但是我们 真正活着的时候呢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 不要假骂为善 我们要真的 来到神的面前 神是圣洁的 他也要求 他的子民圣洁 所以因此呢 审判从神的家 开始 所以今天 让我们 一起的来进入 这个敬拜里面 让我们看到 神的启示 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我们 线上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 要你跟我一起的 来敬拜 我要你今天 打开你的心 让神 向你的心 说话 让你的眼睛 看到神的圣洁 然后看到自己 的不足 让我们带着 一个谦卑的心 谦卑的灵 说主 我需要你 谢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谢谢主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因我走正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终为独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 祢是旁望之路 祢爱你守 请引我走 这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祢是恩典 带领我们每一步 祢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祢爱你守 请引我走这人生路 弟兄姊妹 让我们选择这个圣洁的人生道路 这个时候好不好 将你的双手举起来 定睛仰望耶稣 我要为你祷告 父神 今天我将众弟兄姊妹 交团住你的手中 我们感恩 受到这个 与神面对面 这个系列的讲道的时候 我们今天学习的功课 是神 是圣洁的 祂有我们的生命 也跟祂一样圣洁 我们感恩 接受以赛亚先知 的歧视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自己软弱的一面 所以今天 众弟兄姊妹 来到你的诗恩宝座前 举起了我的双手 说主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有时候 我被我自己的 眼睛给蒙蔽了 我今天 感谢你打开我鼠领眼睛 让我看到 我生命的不绝 让我重新的回到 圣洁的主面前 求怜悯 求施恩 求帮助 主我祷告主 你如何的赦免 以赛亚 如何的图抹好的过犯 同样的 你也帮助我们 信徒们 谢谢耶稣 给我们极大的福分 能够再次的 以我们圣洁的生命 来服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不但你 从我们为圣徒 我们的生命 你能够媲美 你能够跟上 耶稣 你所呼唤我们的名字 就是圣徒 我们感谢赞免主 挪开一些定罪感 挪开一些的不义 主耶稣 任何的 功绩 任何的就是 对我们内心深处 造成破坏的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要断开 一些的所念 更新我们的思想 来领受神的祝福 我感谢赞免主 愿主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为我们 造一个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 重新 有正直的灵 让我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的生命 促进那些 需要促进的人 我感谢 我赞免主 愿今天早上 你的圣灵 继续地动工 在我们信徒的 生命里面 谢谢主 谢谢你向我 内心的深处说话 谢谢你帮助我 谢谢你 如此地祷告 奉耶稣你 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你们高兴吗 哈利路亚 神如此地爱我们 哈利路亚 神如此地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着一个圣经的生活 这个时候呢 我也不忘记 在线上的 还不认识 耶稣的朋友们 你看到 刚才牧师 为信徒们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审判 从神的家开始 今天呢 我要给你们的机会 你能够认识 我们这些自身的神 那个至高无上的神 那个创造你的神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痛恨罪恶 你也一样 但是呢 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是所谓的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但是今天 我要好手机告诉你 有耶稣 你就能够脱离 那个罪恶 有的耶稣 你就能够过着一个 圣洁的生命 好不好 如果你要接受耶稣 为个人救主的话呢 你举起你的右手 放在你什么 你的心 胸膛这边 我以为你祷告 对了 拿起勇气来 鼓起勇气来 神没有小看你 神不会看你的过错 神不会看你的地位 神只看你的心 好 把你的手放在你心房上的时候呢 让我为你做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 代表你自己的祷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知道 我内心深处的污秽 不解 但是我感恩 耶稣你能够洁净我 赦免我 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谢谢耶稣 保血 洁净了我的罪 今天 我愿意接受你 为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 来到你的圣宝座前 来敬拜你 愿你接纳我 感谢耶稣 如此的祷告 奉耶稣你 得圣明祈求 Amen 哇 感谢主 当你这样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 你跟天父的关系呢 恢复了 所以呢 你是什么呢 神的儿女 你能够有神的圣洁 你能够过足一个圣洁的生命 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 好快哦 这个线上的聚会呢 接近了尾声 所以今天呢 我们继续地 要告诉大家 我们呢 的小组呢 继续地在线上进行 愿我们继续地 保持一个联系的心 让我们能够呢 在小组里面呢 继续地扩大神的圈子 拯救更多的灵魂 分享出去你的见证 谢谢主耶稣 好 我们下个星期天 早上十点正 我们线上见 愿神祝福你们 Amen